粉丝提问,为什么不加入极数炸弹? 极数炸弹是将小型炸弹集合成一般的空用炸弹的形态 每个小型炸弹称为子炸弹,因此又称子母炸弹 为什么吃鸡不加入呢?原因有这些 1.经典模式加入太变态 极数炸弹实在是太变态了 因为一般的极数炸弹里装有数个到数百个子炸弹 子炸弹每颗约网球般大小的球体 由飞行器空头之后在空中分解 这由散布子炸弹到广泛的地面造成区域性杀伤 利用其数量的特性增加涵盖面积和杀伤范围 极数炸弹投放之后因为各种原因 导致会有10%的子炸弹不会立即爆炸 再遭注冻才会爆炸 其杀伤力与一颗反步兵地雷相似 为爆炸的极数炸弹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如果经典模式加入就太强了,不能加 2.活力对决已经有空袭定位1 有人说活力对决可以加,都是重武器 加虽然可以加,但活力对决已经有空袭定位1了 它的作用就是召唤飞机进行空袭 作用可以说和极数炸弹一模一样 所以活力对决也不好加 3.现实已经被100多个国家禁用 最关键是极数炸弹在现实被很多国家禁用了 因为这是极度残酷的武器 非常容易误伤到平民 很多国家都禁用了 吃鸡再加入的话就不合理了 所以吃鸡是不可能加入极数炸弹的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点赞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